今天幾位不得了的人物 來到我們現場 第一位介紹一下 好的 第一位他是 掌中乾坤的達人 厲害了 這位先生他今年50歲 但他的資歷已經有35年了 曾經如獲金賞獎評審團特別獎 而且他是兒童不太戲的創始者 同時他獨創的角色 寶貝亞引起模仿 寶貝亞引起了模仿風潮 好 一起來歡迎我們黃士智先生 歡迎 好 先生好 你好 大家好 看起來就是一個藝術家 黃師傅…你好 你因為15歲你就演博第二 是啊… 舞台式都要講閩南語的 其實用國語說也可以 用台語說也可以 但是我們台語這個韻味 對 而且台語的押韻 是非常有意思的嘛 對啊 如果轉成中文 雖然聽得懂 但是好像就差一點點… 對 都差一點點 但是有台灣如果要演博第二 演國語小朋友聽得比較有 對啊 這個就有點小尷尬 對… 黃俊雄是你的 我的老師 黃俊雄伯 不是啦 不是他都一樣 同姓同姓而已 沒有… 沒有 黃俊雄老師 現在應該九十幾歲了吧 有…九十幾的 九十幾歲 15歲就已經拜師了 從那個時候就一路 踏進了布袋系的這個行當裡面 當然超偶一定有辛苦的地方 有受傷過是不是 我們哪有像在電視上在演的時候 一直在那裡 一直你要做那個情緒 因為布袋的動作 表情跟一個面穿而已 你就要去做到他的事 那種愛樂 然後你要抖的時候 手就要一直抖 然後頭要轉 再發功 對 再發功 然後他只用這三根手 手指頭 好像是這樣 對 然後他這個演螢幕戲演完之後 回到家沒有辦法打手 對 因為滑手機 是晚睡到症候群耶 手很痛耶 會拿到抽筋還有過皮流血 對 還有大家早上要出去要買早餐 拿到上去 我說我的早餐是不好吃的 你如果不要這樣 手不來 已經受傷了 對 就辛苦了 後來你們這個是 你又變成霹靂布袋系 第三代 對 第三代 你等於是跟那個 黃文哲 八音才子黃文哲 他兒子嘛 是兄弟 對… 你們這樣分開了嗎 沒有 其實當初 我其實都在攝影棚裡面工作 因為經常也有在學校 因為公司有派我們出去 做校園推廣 但是都聽到外面說 我都在看你們電視的霹靂布袋系 外面都好像越來越久沒在看 好 那我就推到幕後 慢慢就從校園去植跟推廣 對 兩位考你們一下 好 霹靂布袋系跟傳統 我們野台系的布袋系 最大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大小不一樣 霹靂布袋系比較大 或許這個有 這個有 但不是絕對 操作的方法不一樣 不對 拍攝的手法不一樣 真的 我是不是內行的 來行 來行 有沒有看到 來行 你怎麼連這個都知道 來行就看布來了 那你教我們怎麼樣嘛 為什麼不一樣 因為它現在變成是用布袋系 他們攝影棚裡面 燈光音響 然後所有的效果做在那裡 它拍攝下來 所以他們主要上市的原因就是說 布袋系的影片化 把它變成電影了 對 所以你要看他們布袋系 還給錢 這些人 還得了 不是… 不是 發揚光大了 有得了金氏世界紀錄 很厲害 加了長片傳統戲劇 以前那個實驗文裡面 有那個 對… 然後到學校全校都那個 對… 老師常科上 這個A加B乒乓乓乓的哈杯 有 真的有這樣子 真的是這樣 然後他們學校裡面 午休時間 全部整個學校安安靜靜 為什麼 天啊 是這樣子風靡全校的 現在還有這個兒童布袋系 對 竟然是自己原創 可是兒童布袋系有什麼不一樣 兒童布袋系就是比較貼近小朋友 因為我們在演布袋系 在成人的部分就是以 大部分以忠孝結義嘛 然後我們再來就是說 兒童布袋系就演小朋友的故事 演小朋友的故事 今天怎麼也會看舞 來給他演一出好不好 好啊 看一下 給你們看一下 來… 黃世智電視木偶劇團 開工啦 我有一隻小毛鯉我從來也不提 有一天我心起來超奇得起看戲 我手裡拿著小皮片 我心裡真得意 不知怎麼滑啦滑啦甩掉一身泥 我的功夫還要繼續加強 來… 小毛 不是小毛 小馬起來 向後轉 向後轉啊 點頭 你幹嘛打我點頭啊 不好意思 各位觀眾 這個我還需要加強練習 我自我介紹 我叫沈仙瑜 沈仙瑜 好 憲哥好 心底好 還有各位 大家好 好 好… 你不是那個LOGO上的玩具 無敵鐵甲王嗎 沒錯 我要我的女朋友 你的女朋友是誰 我要送給她金沙巧克力 糖果人出現 嗨 我來了 我是糖果人 很好 糖果打開 金沙巧克力 要送給我們的仙弟 人家仙弟他已經棉花有煮了 你怎麼可以做成這樣子呢 我就是喜歡他們 無敵鐵甲王你不要太過分喔 如果也太過分我就要找 你要找誰 豹馬仔 豹馬仔在幹嘛 等我一下 走了 你不要太過分了 千里伯仙 地很重心 一生生境 感恩修復 你知我知 天知地知 大家同人知道 小明星大跟班是最好的地方 祝福大家 我們小明星大跟班 說是長紅 預備好… 謝謝 這個無敵鐵甲王你可不要亂來 來…大家通通有 這個很棒喔 這是我們雲林北港 這個是版畫製作 我報賣了 待會兒吃我們噴一下 你們說好不好 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可愛喔 掌聲鼓勵 太可愛了 小朋友版的就比較親民 比較可愛一點 大家會覺得 這個是演給小朋友看的 你看大家有剛剛看到有沒有 這個就是 他的這個 是這個角色 後面那幾個你徒弟是不是 對…小徒弟 小兒子 今年是你的孩子 對 我兒子 有沒有看到 現在年輕人 這個如果不是自己的孩子 他還真不想接這個火 克哨基球就是這樣 是 當初我有點想要放棄的 因為小朋友說 OK 因為這一句話我又重新 好感動喔 又重新延續下去 這個話我們聽在這個 副職輩的角度 心中有感嘆 謝謝你 願意 好不好 克哨基球 克哨基球 你什麼時候退休 對 確認一下 他那個是兒子跟女兒是吧 來啦 跟大家打個招呼 我們就來一下… 不用客氣 對啦 對… 願意支持爸爸的夢想一輩子 對… 他這個等於是改良布袋戲 對… 能夠把布偶這種就是地方戲曲 然後弄成跟兒童的方面 可以結合在一起 可以讓現在很多的小朋友 能夠更了解戲曲的 布袋戲的文化 對啊 而且可以這樣 對 也希望如果有一些 就是有能力的金主們 可以支柱他們 讓他們去 我們很多的鄉村 我們很多部落 這妳放心 我們文化部 首先最支持的就是他們 因為我現在有小孩了 所以我覺得很棒 其實很有趣 因為我小時候我也會搬著椅子 那看到 然後在我們家的門口 就是那個大馬路邊 多開心 看這種布袋戲表演 所以勾結我很多很棒的回應 對 所以我也會希望我的小孩 也是看到這樣子的文化 是… 其實很感動耶 看到爸爸已經10個回 這個孩子幾歲了 現在20歲 現在在我們那個木柵戲學院 台灣戲學院 音樂編唱 還真的傳承下去了 女兒現在讀高一 高一 也是要繼承爸爸的這個 就看他們的興趣 當然台灣還是會 有時候會出來幫忙 有機會還是給他們 好好表演一下好不好 這個可以發揚光大 再次謝謝他們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憲哥 謝謝兄弟 謝謝